眾望基金會裡面的錢 也被媒體人一筆一筆算出來 剛剛3Q有講到說 你如果一開始出來說 沒有我錢算錯 我還沒有報好 不是錢算錯 是我還沒有報 對 這樣子事情就結束 但是這媒體人沒有要放過 他說因為按照你的截止申報的期限 其實應該在今年的5月 可是現在已經9月了 你這個基金會都沒有申報 你的這一些收支表 所以呢你的主管機關 台北市社會局 你是怎樣裝容作啞 完全沒有在查嗎 然後你中央基金會 已經過了4個月了 都還沒有報 所以你們是在幹嘛呢 通通都是問題 這個人是姚慧珍 是一個資深的媒體人 他說你這個中央基金會的人事費 好像有流向民眾黨 待會會有案例說明 那為了平衡報導 我們先唸一下中央基金會的聲明稿 這也是很有問題 他說感謝大家關心 媒體名嘴出事的報表 是本會網站上的財務預算表 不是最終收支 請媒體名嘴誤錯誤解讀 藉此大作文章 第二本會收入支出 都有相關法規監督 每筆金額有憑據 第三本期要在 我們我們近期要召開董事會 通過之後會依規定成交 112年度就是2023年 以規定成交去年的財務報表 是去年 給主管機關以照社會公信 所以他就沒報 一年多了 沒有啦 去年的本來就今年報了 但是問題是第一個財務預算表 你既然要寫 不然我問一下嘛 立法院在審是審預算還是審決算 審預算 本來就是審預算 我們對你有質疑 不管是預算決算 我覺得花的怪怪的 他都可以質疑 不是嗎 所以這個是一個媒體人 很正常的質疑 他說你們叫錯誤解讀 那我們就來看哪裡有錯誤解讀 好喔 這個是行政管理支出 我們把它理解成人事費 因為可能什麼筆 文具 那些都是相對比較小額的 一般來講行政管理支出 我們會把它用在這個 所謂的行政管理人事 我們在2024年的時候有528萬 這個是預算 2023年是430萬 他說這個叫預算表 所以這個數字不準 意思就是不要拿這個數字來看 這個是平衡報導的部分 就我們亂編 隨便寫 那邏輯是這樣子 你如果當年編這樣子 那你理論上 就一般預算的邏輯來講 你就是用這個數字去請人 對 可是待會我會看得到 但是2024的支出有包含什麼 包含12個月的月薪加獎金 勞健保支出是450萬 租金石木花哥是60萬 水電砸箱是18萬 結果兩年總計支出是2677萬 又花得差不多了 什麼花得差不多 完全不一樣的數字 對啊 加起來 都不攏啊 1000 然後支出了2600 那所以其他的錢呢 可能是董監酬勞啊 因為他上面沒寫董監酬勞啊 他這裡支寫支出是這個樣子啊 結果兩年總共支出是2677萬 所以他這邊的差項就是董監酬勞嘛 我把全部的開銷換掉之後 就是我董事長跟董監事的酬勞 對 他的意思就是我預算表 我這個只是預算表 你們媒體名嘴都叫錯誤解讀啦 好啦 那我正確解讀 什麼要正確解讀 你的預算表是支出1000萬 你的決算是花了2700 這種公司還能開喔 所以他的錢有可能就被董監拿走 可能就是李文中 蔡壁如這些人 以後立法院裡面啊 只要黃國昌質詢 預算跟決算的問題 你就拿這張表問他 你民眾黨這樣子 黃國昌沒有去咆哮 沒有站到眾望基金會門口 夜宿辦公室 坐在門裡面可以這樣子花錢的嗎 我預算給你1000萬可以2700嗎 可以在那邊跑笑對不對 黃國昌就要再爬在地上 這不是肯德基 這不是肯德基 太離譜了 黃國昌以後只要質詢預算圖 就拿這張給他看 請問這是合格的預算圖嗎 對 不要錯誤解讀 你們這些都錯誤解讀 錯誤解讀 好 這個還只是數字上的問題而已 還有更大的問題是 這個叫科目上的問題 預算科目 如果科目在生物分類的話 叫建門科目科數種 對 但是沒有那個事情 跟那個沒有關係 我知道 柯文哲的狀況基金會金流 他說你的人事費用怪怪的 柯文哲的禁辦賬戶亂 與狀況基金會金流複雜 這個人叫李文中 李文中在6月7號的時候 發了一篇文章 2024年的端午節 狀況基金會做了一個叫做 端午節兒少關懷專案 噼哩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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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基金會同仁 余文 佑翰 林軒 這些人雖然我不認識 但是因為你的名字出現在 李文中的發文上 我認識他啊 戴宇文啊 戴宇文 對啦 而且今年的6月 為什麼戴宇文是基金會同仁 因為他不是禁總的人嗎 對啊 他不是黨工嗎 他黨工也是禁總的人啊 這個是發文而已哦 發文就說基金會同仁是這些人 也沒什麼證據啊 我開心寫他們是基金會 余文一直是禁辦的人啊 可是問題來了哦 這些人有出現在 眾望基金會的人事支出上面嗎 欸 那他黨工是領基金會的錢嗎 不是 他是領禁辦的錢 他是領禁辦的 余文一直是禁辦的人啊 所以他的錢到底是領哪裡的 基金會的同仁去領了禁辦的錢 就跟李文娟跟何愛婷 他們是木可公司的人 可是領的是禁辦的薪水 因為他是領禁辦的錢 對 這個是政治 這個是禁辦支出 就是競選經費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人事的支出啦 其中 余漢 林軒 余文 就是他剛剛點名的這幾個 因為余文在競選期間 一直有上來跟我們同台嘛 在其他台有同台嘛 他們領的薪水 都比我還要多 我的要求 5萬7 5萬 7萬 余文讚 年輕人的表率 我知道為什麼這麼認真要救阿伯 所以基金會跟黨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人跟錢都一起領 所以陳志翰你講得出這種話 我一直都覺得 你們只要一天不老實 這個節目都不會停 我要不要講是我個人的事情 但是節目不可能停嘛 因為這都太荒謬了嘛 太荒謬了 你們是明擺著在歧視 在欺負台灣人的智商 但我們瑕疵沒有出過社會 沒有做過仗 這個是對話紀錄 這個應該是某一個 這個某一個 敬拜幹部 慈勝 對 這是慈勝的對話紀錄嗎 綠色的是我發出去的訊息 這個黑色的是別人回覆的 其中有一個他的對象 他回覆說請你把這個錢 徐先生把錢 統編抬頭打財團法人 台北市台灣眾望基金會 88346963 要拜託慈勝 就是這個訊息的當事人 這個抬頭跟統編 結果他說奇怪 我吃飯是選舉吃飯 你要報仗的時候 是報眾望基金會的統編 為什麼 這是柯文哲進辦的幕僚 徐慈勝 他說我任職於柯文哲競選辦公室 但是他要求我開的統編 是眾望基金會 一個是政治候選人的政治獻金 一個是法人的基金會 還有一個是盈利的公司 指的就是木可公司 對話紀錄可見 明明辦活動的是進辦 參費勤款6000 報仗卻打眾望基金會同編 抓到了 我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都很難免知道 很難免的 有一些什麼年終歲末 報仗補數字 很難免的會有 甲乙公司買一些發票 然後製造一些數字上對不起來的東西 很難免的 中小企業會有這種事情 你今天不是很難免的 你這個叫總統大選 這個不是什麼戲學會開會 不是什麼財團法人學會開會的時候 會員大會大家過來吃個飯兩年一次 然後要選理事長 不是 你是總統大選 然後你又很假的 不知道是柯文仔 還是整個民眾黨這樣 很假的 覺得說沒有人會發現 我的酸總統 我的很厲害 那錢來我接 我要怎麼開 我要木科公司 要裝基金 我都知道我 然後就是那種很了不起很棒 都沒有人可以處理的態度 在處理這些事情 那我就問一個 我也選過局 你們這些帳 有辦法這樣子做的話 那我當年花14個月作帳幹嘛 我們當時 我們當時選完的時候 我小額捐款也很多 小額捐款上萬筆 監察院其實查很細 對啊 你知道我要補兩年 我被罷免的時候都還在作帳 你這麼厲害 你選完半年 你被罷免的時候還在作帳 我被罷免之後還在作帳 然後你還記得我被罷免的時候 國民黨怎麼攻擊 你看 政治現金裡面 他報自己的財產 你還要報250萬 我還要報一大堆 你柯文組都很厲害 都沒有人的 你如果還嫁給我們4300 要3萬 你很聰明 我們都說的 好啦 請坐啦 陳三歲 敲到我們電視都壞了 我們要請人修一下 對不起 好啦小鈺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看得出來 這個 重量基金會跟進辦 跟這個黨部 其實就三合一嘛 還在那邊裝 其實這很吊詭啦 那重量基金會到底跟 柯文哲的金流 會不會也有關聯 坦白講 這一定有關聯啊 看起來它不是小金庫 它是大水庫 我是說 就是你從進辦 木可 重量 還有一個新故鄉 有沒有一個新故鄉 它是智庫嘛 新故鄉 可是你不要忘記喔 這幾天不是有爆料出嗎 就是說柯文哲有跟李文娟的對話 他不是關切兩個人嗎 一個是媒體的 什麼大亨啊 50的是不是 媒體大亨100 媒體大亨100 那還有一個是那個 食品的那個才是50 食品老闆 50萬 然後有沒有這個說 去叮李文娟說 他那個50萬有沒有到這個 進度到哪裡了 收到沒的意思 對 所以你看起來不管是黨部 智庫 進辦 然後還有這個 我們剛剛講什麼 新故鄉 眾望 這些全部的錢都是誰在管 就是李文娟嘛 李文娟一個人管嘛 那看起來他跟柯文哲就是 柯文哲會在意說 這個錢 反正他心情好 他就用眾望 心情不好就用進辦 就挪來挪去挪來挪去 就變成一個大水庫 他就在那邊挪來挪去 但是我覺得比較吊詭是說 可是我覺得這不公平啊 因為你看不管是那個 眾望基金會 他的人 他領的是進辦的薪水 進辦的錢 通通都 大概大部分都是那個 我們政治獻金嘛 就是小草啊 可能50100這樣子捐的 結果你這些人 他是去利用這個小草的錢 付他們薪水 而且剛那個柯文不是有秀嗎 這是高額耶 有7萬的啦 5萬7的 對 可是他做的卻是你什麼 眾望 木渴 因為李文娟跟何愛婷 何愛婷啦 他也是領進辦的錢啊 但是他在做木渴的事啊 對 那你怎麼可以 用這些小考的辛苦錢 去幫你付這些人士費 因為你們娟管來給我 他付我其他的這些人士費 對 我幫你去做眾望 然後幫你去做這些 有的沒有的事情 這個你本來就是應該要拆開的啊 可是因為這一條線 就算你們是大水庫流來流去 但是還是跟我們 檢方想要抓到的 跟這個威京集團 到底錢有沒有關係 目前還不折 當然啦 當然 但是事實上 你如果說純粹從政治獻金 這邊來看的話 你還是會有背信 你還是有背信的 但認這條最比較輕 這都小條的啦 小條的啦 譬如說你去查 譬如說陳佩琪 你不管是ATM或是保險箱 你這都只是說財產來源不明 這都小條的 檢方現在就是要去尋現 看你這些大水庫 跟你什麼ATM保險箱 到底跟金華城 他要抓收賄啦 不然你這個真的都是小條的啦 對 都是一些 滴滴答答的小事 我在跟你講大海 你再給我看漱口碑 對不對 所以呢 還是要抓到說到底那個直線 金華城 威京集團 到底跟他們這 很多個小金庫當中 有沒有直接關係 那個是檢方要釐清的 而且很多人就勸說 不然你就先認這條嘛 這條罪比較輕啦 不管是獨立或收賄 罪比較重 看起來比較嚴重